大家好,我是队影,今天给大家一场全黄铃尔凤云在家里一起板子,我们说这次是阵天城的愤怒,南阵天城开场选出了一个李草,有李草的情况之下愤怒应该是要被吊打了吧,来看开场还是一个陈国汉,这个草亭像恶狼式,恶狼一样,竟疯狂出出是大圣王空了,但是一个亲手接重毁BC开一套,亲手在取消机,接上一发大蛇蹄,后面再跟上圣龙取消大蛇蹄,这个身位刚刚好,草亭继续跟耐尔洛破防,现在点上一套BC,最后一发大蛇蹄,最 接一发大蛇蹄,愤怒哥被揍的是无力还手,今天是进入到下一场,下一场和愤怒哥他第二个角色,愤怒哥的拳脚其实很猛的,但是碰到李草之后依然是束手无策,来看李草又是疯狂进攻,现在进行暴击,听下把点下,勾腿BC蛇边,开了,一套连招接皮杀,皮杀接蛇边,然后跳起来再套了一波,草亭快速反应路过来,知道他要做什么,来看草亭后车,闪到背后接升楼,胜龙开BC,其实是赶千远阳崩他一下,居然没有取消出来, 但是又一个轻腿破防,现在又开一套BC,板边一套大,哎,升了取消,大蛇蹄,一点血的时候,然后再来一个摔,哇,头体被担,能要快速进行轻手缺反,最后这一波也是神反应啊,抓住最后一个机会,将他带走,第三场看镇天成的夏尔米出场,没有了恶狼式的草精,来看夏尔米还活动吗,转腿被偷,一个闪闪就跳出的打中断,但是一个强抓还是被抓了, 哇,这个强抓掉血,哇,掉血这么多的嘛,接着来看下一局,下一局看愤怒哥他最后一个角色了,雷蒙,雷蒙其实战斗力也还行啊,属于一个头气选手,然后大破战贴身压,后面看上大破战打凝像,夏尔米直接暴气,跳C,清手套,一道循环没有压住,那就再来转腿,啊,雷蒙的取消机又来了,开BC,开取消,角落压一下,变身,变身就, 距离过远,居然没有抓住,夏尔米再跳上一套BC,接隐藏,接灯亮波,接抄杀,然后再接上一个跳,啊,时间就带走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